哦 这位粉丝的名字 够个性 就是不知道是麻花腾看到了会咋想 先看一下他仓库东西多不多 110W的村环 六甲身上出了单身仓库们 就点可真冷 合着最贵的东西 全在身上的 唉 其实这样挺不好的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要是第一把杆了 身上装备全掉 那扶贫的时间 最少要延长俩小时 不过还好 他存款够多 买了点子弹和药 直接走起 这个负货点就挺难受的 离每个地铁口都很远 啊 对 这个位置有黑市 开局可以先去黑市买把象牙 运气好了 还有金桌的 看到没 旧合对岸的那间房子 上面还挂着红布 快躲一下 在秒的 忘记那个地方有负货点了 不是啦 卡姐还来了 一枪还没开 吃饭的家伙是没了 不过还好 存款还够 再买把改进的妹扣 因为这仓库的修复妹扣 巫图实在没法用 行了 继续 这把福德罗boss点 到我们的目标是辐射区 直接过去 嗯 有脚步 还是两个脚步 他俩应该能撞去 让他们先打 来个 螳螂不缠 蓝不吊局 来 midnight 浑 了 封 封 粉光 一个五极头 燃烧就 还紧实啦 另一个都是泡光 不过这摇摇车 已经没了 看来还是被人抢先了 ulan 看来 来的刚好 打 这都没啥 再送你个大宝呗 搞定 但是他也没啥东西 那就开箱呢 一个小镜头 楼顶右边先甩出来过去 然后直接进楼里开箱 让他帮我在楼顶上发烧 开门还行 出了60多W 再把里面这个开了 这个也还不错 楼顶都着急了 已经下来了 去瞅瞅 一个懒小胖呢 别急 先给你来一发溜达 够活 赶进来 不行 让他先打几枪 然后直接带走 暴力真的很高 啊 家伙 全掉 然后再摸索一下附近的箱子 摸点 刚准备去外面开箱 里面又去人了 大家只能先回来等会儿了 啊 不是吧 他也从下面过来了 那就给他个惊喜 估计把他吓死了 就是这颜色挺不礼貌的 啥也没丢 再把外面几个箱子开了 就可以回了 这把估计4.4M 本集收益377W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说得了 畅